王杰清空微博后 善与三位已故巨星合照王杰因为遭到网友留言辱骂 连母亲也受到牵连 让她愤而将微博贴文都清空 只留下一篇贴文称 我对的 得 起自己 之后又再分享了一张照片 是与多位已故感性的合照 王杰14日因为遭到网友私信辱骂 对方甚至连她妈妈也骂进去 让王杰无法忍受 怒将微博的贴文权删除 只留下一篇贴 文 强调要对得起自己 稍望她又贴出一张照片 是她与已故的张国荣 梅院方 陈板强的合照 并留言写道 最疼我的男生 面向照片右边第一个 可可常告诉我忍无可忍就无需忍人 做人不要忘胆 对爱专一 不忘初衷 我从没有忘记过 谢谢我已经做到了 接着也提到梅院方 曾对她说过的话 她常告诉我 最性感的男人就是很会 煮饭菜的 所以我也是很个很性感的男人 因为我炒的菜很好吃 还不忘爆料可师姐 你的菜煮的真的不怎么样 最后王杰也感叹这张照片四个人之中 只剩下我一个了 一个人会很孤独寂寞的 王杰的粉丝们 也纷纷留言为她加油打气 你不孤单 你从来不是 而且永远不是一个人 不要多想了 一直支持你